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名蚯颖的法医所写的死亡笔记 其中记录着几则亲历的相关事件 我是一名司法医学警察 就是俗话说的法医 我工作的这个实验室 专门为两所中级法院和四个 区县公安分局提供司法医学鉴定上的支持 简单一点说 如果哪里发生了案件 就由我们进行检查 找出人的死亡原因 出具一份报告 递交给法院或者公安局 死亡现象是英国铁律的最好证明 人有生必然有死 人的死亡原因五花八门 很难想象 但是在我们出具正式报告的时候 有严格的格式 一般来说 分为根本死因 直接死因 辅助死因 诱导死因 以及联合死因 但是在同样的损伤下 有人会死掉 有人则会活下来 有人遭受了很小的创伤就死掉了 有人则遭受了很大的损伤 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死亡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是人生的一个结束 是因果律的一个环节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认识 我们就能够十分清晰地 认清死亡的真相 所以死亡不是偶然发生的 它是因果铁律的最好证明 经常听到有些亡者家属 痛苦地陈述 为什么死者那么善良 却偏偏中年早逝 为什么某某坏人 坐进了恶事 却享有高寿 为什么一生谨慎的人 却遭遇飞来横祸 为什么那些粗心大意的 满汉 千万次在马路上横冲直撞 却都毫发无损 其实所有的怨恨都来自于对因果的不明 以下的案件就明确表达了因果关系 杀鸡业者的恶报 这件案子本身并不复杂 但因为拖的时间很长 所以我调查得比较深入 2002年 一个28岁的小伙子 生起恶念 杀了自己60多岁的父母 凶手当天晚上逃逸 后来在南方某小城市被捕 凶手已经结婚 育有一个儿子 案发的当晚 妻子因为离婚争执 而抱孩子回了娘家 避开了这个地方 表面上看 这是一个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的案子 而且检察院有口供 有完整的证据链条 甚至有目击证人 应该从严从快从重判决 果然 医审很快就下达了死刑立即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但被告律师 以犯罪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申请进行精神鉴定 唯由上诉了 二审又拖了很长时间 结果以事实不清 退回医审 法院重审 医审法院又要求检察院 补充侦察 充实证据 这样又拖了很长时间 最终判决是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被告律师再次上诉 结果被驳回 判决成为终审判决 这个案子就这样完结 这个案子前后拖了四年之久 我出庭作证七八次 在补充侦察期间 又对死者全家进行了深入调查 积累了大量资料 起诉书解释被告的动机时 说凶手是家里唯一的儿子 从小被溺爱 性格十分张狂偏执 因为家庭住房紧张 凶手结婚后 夫妻俩一直与老人生活在一起 矛盾冲突 频发 案发前几天 父母与妻子再次爆发争执 凶手要求父母给钱买房 父母表示暂时没有钱 并且责怪儿子丢了工作 没有能力 在邻居面前都没有面子 因而激发了恶念 但是 这真的能够彻底解释凶手的动机吗 世界上被溺爱的儿子那么多 发生争执的家庭那么多 怎么偏偏就这个凶手会蒙发动手的念头呢 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 被害的老两口在农贸市场上 开了一个活鸡宰杀的摊位 生意做得很好 当我去县查调查的时候 据旁边的人介绍 死者都是将活鸡捆好 捏住鸡头 这样卖钱会多些 这个生意 两位老人已经做了一辈子 赚了不少钱 而且 据说手艺还是他们家祖传下来的 虽然不敢那么确凿地说 就是因为死者一辈子宰杀活鸡 所以才导致了自己被亲生儿子 也这样对待了 但这种巧合 难道不会让我们感到惊心动魄吗 拨弄是非者 总有恶报 市郊乡村有一座大桥 有市民报警说 大桥有情况 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是一个女人 经过勘验 是她自己纵身一跃 我们查明了这个女人的身份 她就来自附近的一个村庄 结果呢 有更惊人的一幕 在等待我们 这个女人家里 床上赫然躺着一个 不足周岁的儿子的尸体 警察赶到的时候 孩子的父亲还不知道妻子已经结束生命的消息 正在哭天抹地地向警察说事情的原委 原来事情并不复杂 丈夫外出到朋友家玩了很久 妻子独自在家带孩子 丈夫回来之后 妻子就跟她大吵了一架 说她在外面跟某某女人相好 丈夫一怒之下 又离家出门了 女人也很生气 就给丈夫发了条短信 说你回来看孩子吧 我不会再看孩子了 但男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短信 等他回家时 才发现孩子因为灯掉被子 身体僵硬了 因为当地农村的房子 根本没有暖气 种种琐事导致两条性命丧失 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因此破碎 我们唯有叹息而已 这个案子很快就可以结案 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其实住在村头国道边一个修理摩托车的刘某 才是这起惨剧的始作雍者 经过走访 我了解到刘某五十多岁 离婚多年独自生活 平素喜欢搬弄是非 毫无缘由地挑拨关系 正是他告诉这个女人 你老公外面有人了 而且描述得唯妙唯消 十分逼真 当我们调查这些所谓事情的时候 发现其实都是道听途说 有很多村民反映 刘某最喜欢干这种挑拨是非的事情 离奇的事 过了不到几个月 当地的片井告诉我 刘某出事了 一天夜里 刘某口渴摸了一个瓶子 迷迷糊糊的就作了一口 是液态害 这种溶剂温度极低 喷射出来之后 在短短的两秒钟之内 就可以冻结任何东西 刘某当场就昏死过去 幸好旁边有人 及时将他送到医院 医院发现他整个口腔难以保全 无法治好了 敬畏因果 不得饿死 对于医生来说 死亡其实是一种疾病 或者损伤必然导致的结果 从医学上来说 任何死亡都是由疾病 或者损伤引发的 即便那些寿终正寝 在睡梦中悄然逝去的高龄老人 肯定也有一些疾病的原因 可以解释 因此 医学对于生命的认识 对于因果的认识 就变得十分机械 简单 甚至粗暴 如果发烧了 就降低体温 如果胃癌 就切除一部分坏掉的胃 如果血压太高 就扩张血管 如果心跳没有力量了 就使用心脏起泊器 一个人必然会死去 他死的时间 死的方式 死的痛苦与否 的确与他的所作所为 有很确实的因果关联 在经过大量的调查 深入分析之后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一点不错 如果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能看见星星的闪烁 那必然是因为 亿万公里之外的 某个球体在发光 但是 这个光芒 可能经过了几百年 上千年 才传达到我们的眼睛 因果之间的距离 可能很短 可能很长 但因果之间的坚定联系 是绝对不可否认的 但是 这种因果律 有的时候十分明显 一眼就能看到 但很多时候 这种因果律 表现得十分隐蔽 曲折 除非有很深的洞察力 否则很难看清楚 里面的奥秘 总而言之 佛说 万般皆是命 一切有因果 世间的一切都离不开因果循环 人的一生过得怎么样 活得好不好 皆是你的命 命由天定 活着的过程 还是由你自己 一切的开始 一切的结束 皆因你起 皆由你定 逆天而行 听天由命 都在于你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所以你现在的行为 决定你以后的业果 就要多做善事 尝种善因 人在做 天在看 种下善因 终获善果 希望我们都能 尝怀一颗善心 但行好事 莫问结局 在心中 种下美好 必定会收获 一段幸福 美满的人生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 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